先把游標先停在第12列 記得捲動的時候你不能捲到這裡 因為捲到這裡它到時候凍結住 上面就看不到 所以記得上面要留下來 然後請你選擇第12列 然後按一下凍結窗格 選取第12列按凍結窗格之後的話 那怎麼確定說你是成功的 你把游標停在底下這個地方 捲動一下 有沒有看到 1到第12列 這幾列都不會動 只有下面的資料會跟得動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上面的藍位名稱 可以隨時看得到 那就這樣的話就 相對你在看資料就比較不用說每次要 就是捲動下來 然後要往上拉 這樣相對會比較方便一些些 那如果你要取消的話同樣 你就是 凍結窗格裡面取消掉就可以了 它要恢復了有沒有 恢復的話上面就看不到了 OK 好那如果說 然後這個地方 記得1到12列 第10 1到11列 把它凍結一下 這樣完成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第二題的部分 那第二題的話 它要用一個所謂的什麼 交叉分析篩選器 這個在哪裡 其實剛好找在這裡 你游標停在 交叉分析 篩選器 在 表格工具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會設計的部分 找到有一個叫 交叉 這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好像在Excel 2013以後的版本才有 2010以前的版本好像沒有 所以你們如果是比較舊的Excel 可能就沒這個功能 那點它一下 那主要我們先要篩選哪 哪些東西 哪個欄位 學院跟系所 題目有要我們這兩個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會產生 兩個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所謂的 篩選器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點了哪一個 比如說你今天要針對 哪個學院 你就點哪個學院 它其實就篩選出哪個學院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工學院 工學院資料就出來 那如果你要文學院 文學院資料出來 外語學院有沒有 你會發現 只要點一個 它就跳哪一個 其實蠻方便的 然後如果你要移除的話呢 你就把它上面有個清圖篩選 就恢復 原來 那如果你要針對哪個系所 有沒有你會發現 塗木工程學習 有沒有 塗木的 然後 中文系的 有沒有中文系就出來了 那取消 從這邊取消 OK 其實是蠻好用的 以後你要找哪一個 用點的就可以點得到 那只是說呢 因為如果假設你放在這上面 你會發現 浮在上面好像會擋到 底下的資料 所以 在第二題裡面呢 它就希望說 你把這個 剛剛顯示的 這個交叉分析器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就是說 它的藍變得兩藍 因為現在是一藍 然後高5公分 寬 7公分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設定 首先的話呢 點選 學院 點學院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上面應該有個選項 你可以看到 選項裡面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選項 OK 裡面的話有藍 還有寬跟高 另外樣式 樣式在這裡 OK所以我們先做藍的設定 總共要兩藍 所以把這個地方 點一下兩藍 往上就兩藍 有沒有 12兩藍 然後寬的話呢 要5公分 所以把這邊改成5公分 高的話要7公分 所以這個地方把寬改成7公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個設定 另外的話呢 它的樣式好像要選擇什麼 深色還是淺色 看一下 樣式好像是要 深色的 深色的3 底下是深色的5 那我們來看一下 深色的話是在底下 所以深色3是這個 點它一下 樣式就把它套用 讓它放在前面這裡 你看高度剛剛好 再來的話是細鎖 細鎖的話它要6藍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6 有沒有 太小了 有沒有 突然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寬度不夠 那高度好像它要是5公分 所以把這個高度改5公分 寬度它好像27公分 所以這邊把它改27 這樣的話呢 過來就會剛剛好 有沒有 然後把它往上移一下 放在這裡 OK 那最後的話呢 它的樣式好像要深色的 而且它第5個 12345 這個 點一下 OK 看一下高度是不是 寬跟高 5公分 然後寬27 OK 然後把它放在第1列到第10列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以後 假設你要篩選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你就點就可以了 公學院 文學院 按照學院 最後把它恢復一下 就從上面 清除篩選 那另外你要按照科系 有沒有 按照哪一個科系 你可以把它點選 那另外好像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多選的話 比如說你要商學院 而且 不是而且啦 或 或 公學院的話你可以按Ctrl鍵 就把它取消 或這個 或 按Ctrl鍵 或文學院 這樣的話可以兩個學院 一起出來 文學院 跟公學院兩個資料呢 會同時顯示 按下Ctrl鍵 就是可以 讓你選兩個以上的 學院或者系所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 把這個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 好